老溪谷张成光直播带货被骂哭啊 让我想到一个故事 一个人天天给你一颗糖 突然有一天不给 他反而会恨你 老溪谷兢兢业业演习30年 留下无数经典 带一次货万劫不保 小鲜肉天价片酬 综艺走穴应援 一地鸡毛无人生讨 这种道德绑架似乎无处不在 戴剑叶 仲南山 甚至袁隆平老爷子都遭遇过 是人心不古事封日下吗 其实纵观人类历史长河 这样的盆子就没消失过 我们用相农的信息论 可以科学的解释这个问题 假如一个人有两个状态 SE代表做好事 S2代表做坏事 当他长期处于SE 也就是做好事的状态时 那么他下一时刻出现 SE的概率 P1就会很大 这里我们设为0.9 而处在状态S2 也就是做坏事的概率 P2就会很小 这里我们设为0.1 那么事件SE给人带来的信息量 就是-logP1等于0.152 而S2的信息量 就是-logP2等于3.322 翻译过来就是 一个好人做一件好事 带来的影响是0.152个单位 而做一件坏事 带来的影响是3.322个单位 这就差了21.8倍 并且由于我们前面取的参数是0.9 如果一个人一辈子从来没做过坏事 这个参数就会无限趋近于1 最后算出来的数字就是 接近无穷大 这样的人 做好事带来的影响约等于0 而突然做一件坏事带来的影响力 接近于无穷大 反过来也可以解释 坏人忽然做了一件好事 为什么就很容易被原谅 这是人类获取信息的基本特征 带来的认知偏差 只有理性思维比较健全的人 才能破除这种偏差 加上互联网时代 敲键盘的成本本来就很低 人们又比较空虚寂寞 通过这种指责他人的方式 获得瞬间的满足 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所以你理解了这个原理 就会发现 喷子永远会存在 指责喷子是毫无意义的 如果我们尝试换一个角度 喷子是不是也是 推动社会发展的一股力量 这个力量如果被积极的引导 是不是可以完成一些伟大的事 比如人类历史上的 N多次伟大变革 真的所有参与者 都清楚他们在做什么吗 你评 你细评 导演 继续